事實它就只是一個事實 就只是那個人在那邊 就像今天這一個果凍 就是一個果凍 大家知道我的 你回答我 姐姐拿你的東西這件事情沒有問過你 你覺得對或不對 不對 你覺得不對是別人告訴你 這件事情是不對 還是你自己知道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自己 你自己就覺得它不好 為什麼你覺得它不好 是因為你覺得心裡會 蹦炸 不開心 蹦炸 蹦炸什麼意思 蹦炸房子 你解釋一下什麼叫蹦炸 蹦炸房子 啊 我問你 今天晚上你小海報就跟我睡覺 你覺得這件事你會不開心 那我沒有問過你 就把你的東西拿走 你覺得這件事情好或不好 不好不好不好 為什麼你覺得它不好 它不好在哪裡 是別人告訴你 拿東西不好 他沒有經過我的東西 他沒有經過你的東西 他第一點沒有經過我的東西 然後呢 第二點 這個不是他的東西 這不是他的東西 那問題我們現在分 第三點 我沒有讓他跟你做一樣 你沒有讓他跟我睡覺 好那我們現在第一個 這個 你說它不是你的東西這件事情 是一件事實對不對 因為它是屬於金牌的 對不對 它是一件事實對不對 是不是 是嘛 那第二點是什麼 我沒有經過別人同意拿別人的東西 這是一個事實還是價值 事實 你懂事實跟價值的差別嗎 價值就是會有好壞對錯的判斷 事實它就只是一個事實 就只是那個東西在那邊 就像今天這個果凍 就是一個果凍 就是一個果凍 它是一個事實 可是如果 我原本答應要給你 卻沒有給你 它就是一個價值 因為它突然有意義了 我要價值 它突然有意義了 它突然有意義了 對它突然有意義了 那你覺得呢 那我們回到第二個嘛 所以 這個小海報 我沒有經過你的同意就拿走 這件事情它有沒有意義 還是它只是發生了一些事情 你先跟我講它有沒有意義 它沒有意義 它只有一個事實而已 它沒有價值 它沒有意義對不對 沒有價值 哪裡有價值 不知道 不知道 那我問你有沒有拿走你開心嗎 不開心 對為什麼不開心 這不開心是你自己心裡覺得不開心 還是有人告訴你 說這一件事情不好 嗯 我喜歡我的小孩 把他拿走 我沒有經過你的同意 然後呢 這代表什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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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尊重你 還是我違背了什麼 我們這間互信的關係嗎 我違背了什麼 他違背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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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回到我 這樣做 對你是什麼意義 他會 sound 對你 我甩他 你又沒感覺 對你有什麼意義 我會想 你為什麼會難過 快點講 你為什麼會難過 你為什麼會難過 因為牠把我的夾矮髮弄痛 牠把你的小孩弄痛 牠痛的是牠 跟妳有什麽關係? 牠在裡面只有夾矮髮的夾矮髮 喔 因為牠心裡面沒有你 牠不尊重你對不對 OK 好 這個就有判斷 因為牠附圍 不是像剛剛這個群若一樣就只是在那邊 給妳偷吃了 好 那在生命 真的很難對不對 你看 價值跟事實兩件事情其實很難判斷 那在生命教育課當裡面 其實這放在價值思辨裡面 價值思辨裡面有個重要課題叫做事實跟價值的判斷 那其實對我小孩來說 它其實有點難分辨 那我們可以依照像剛剛的方式 選一個孩子認為牠在意的東西 問牠說這個在意的東西 如果被別人不尊重的對待的時候 牠會怎麽去看待它 那這個東西 當牠單純的存在 當牠單純的存在在這裡的時候 牠只是一個事實而已 但牠的價值是 或許是社會賦予的 或許是自己賦予的 價值來源是什麽 是我們進一步要去探討的 那所以這一次的延伸問題是 價值判斷的依據都是主觀的嗎 那歡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喔 我們要說掰掰囉 掰掰 掰掰 支持她們 會收